那么继续我们再把焦点转向日本 刚刚我们报道了日本阿帕酒店已经同意 要撤出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书籍 是否表示相关争议就会因此而落幕呢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美国的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 将要从2月1号开始 先后访问日本与韩国 马蒂斯此行会商讨哪些议题呢 日本方面对他的到访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下面为您继续连线 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来了解有关情况 小玉你好 小玉我们就先来看看 美国的新国防部长马蒂斯 他把日本还有韩国 作为上任后出访的首要挤战 日本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 今天日本媒体报道说 26号日本防卫项稻田彭美 对马蒂斯 把日本韩国作为出访的首选地 表示欢迎 他透露说 马蒂斯有可能在2月3号和4号访问日本 道田还表示马蒂斯这次访问日本 是显示出美国新政权对亚太地区的高度关注 他期待马蒂斯的这次访问日本 双方能够坦诚地交换意见 强化并深化日美同盟关系 另外日本媒体也普遍关注这次马蒂斯访问日本 认为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凸显重视亚洲盟国 同时也是为了牵制中国与朝鲜 另外也有意试探日本的对美政策 外交政策 日本的时事社报道25号报道说 这次马蒂斯访问日本的焦点之一 日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 美国新政权是否能够再次明确承诺 对尖格列岛 中国名钓鱼岛 拥有防卫义务 另外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呢 在报道中提出日本政府内部担心川普政权 把日美的所有课题都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这样川普的这种交易外交会给日美安保同盟体制呢 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马蒂斯这次访问日本显示出 美国新政权已经启动了对日战略 而日本还没有摸清这个底细 日本呢希望通过这次接近走现实主义路线的马蒂斯呢 来向川普政权传递日本政府的一些想法 另外日本经济新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 马蒂斯这次访问日本的目的之一 是要表明在新政权内主导对日政策的地位 同时呢他也是想借这次访问日本 向川普以及他的亲信强调 同盟关系符合美国国家的利益 另外日本媒体还报道说 今天传出一条消息说 日美两国政府正在协调 2月10号将在华盛顿举行 川普安倍首次日美首脑会谈 宇文 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场新的双方的首脑会谈 不过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向请小玉跟我们谈一谈 刚刚我们提到了日本阿帕酒店的事件 有了新的动向 这是否意味着问题将会得到缓解呢 小玉 是的我简单的报道 讲一下这个新的动向 日本媒体报道说 预定2月在日本扎黄举行的冬季亚运会的组委会 今天26号向阿帕酒店等所有运动员将要入住的酒店代理店 发出了一个邮件 要求这些代理店遵循体育理念 防止发生偏见和歧视的行为 而组委会的这个行为被视为是针对阿帕酒店 在客房内放置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 而引发的这场风波 虽然没有明确表示 而阿帕酒店呢也表示 如果组委会提出要求 他们将撤出这些书籍 不过现在问题是 阿帕酒店表明要同意撤掉书籍的范围 是指示扎黄酒店的这个 亚运会的这部分的酒店 还是它在日本的所有酒店 同时中国和韩国对阿帕酒店的这个抵制呢 现在还是很强烈的 今后的事态发展呢 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观测 才能够知道这一风波是否能够平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 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我们下期见